细语著作 思想的阶梯 第一季 第三册 知道对问道 怎么分清逃避与愉悦 读者问 看到思想的阶梯文章中提到逃避和愉悦 想问细语老师 面对一个坎和自己的处理方式 有时候分不清自己是逃避了还是愉悦了 判断标准大概怎么把握 细语答 不想了和想通了差别在哪里呢 从牛角尖中出来了是一种放下 换个维度或角度去观察思考 明白了是愉悦 想不通那我现在不想了还不成吗 就是逃避 逃避也没有什么 有时候理解某些卡点上的支箭 需要凑齐几种不同的素材才能达成 您没有豆沙或蒸笼时 非要做豆沙包就是难为自己了 做不出来就蹲在地上哭 就是鱼在牛角尖中 算了我今天吃面条吧 就是逃避 找不到红豆我用云豆 找不到蒸锅我用竹笼 这就是愉悦 谢谢西语老师 我还得慢慢琢磨呢 您这个例子很好很具体 我就是没琢磨明白 改吃面条到底算逃避还是愉悦 变通是一种能力 但卡顿点是否被突破了呢 卡顿点分内外两层 外层是是 内层是心 是可以换个法子去做 心思的思路也可以换个法子去想 但形成卡顿点的阴游 是思想上的认知不足 或认知上的偏差成见 如果没能舒缓清理 之后的世上 多数还会用同样的习气去处理 得到类似的结果 其实就是法和术的差别 上边让你学的是思路 就好像我们上学 真学多少知识吗 学的是学习的方法 解决问题的思路 这也是欧美学校和中国学校的差别 欧美更重视孩子解决问题的思考